今天想跟大家聊聊1980年代 台灣的娛樂產業 當然要聊娛樂產業之前 我們要先跟大家講講 長達38年的戒嚴令 其實國民政府在來到台灣之後 當時台灣你要知道 我們受日本統治了50年 所以我們台灣島民習慣用的是日語 那當然老講就不開心了 所以當時開始進行所謂的國語政策 包括進方言 那後來進方言進到什麼程度 台語歌曲我們就不用講 連布袋戲都要講國語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能想像嗎 秦賈仙肅還真 這種氛圍 當然沒多久布袋戲就沒人看了 那當然除了我們說 這個布袋戲進方言以外 包括進書進歌等等 無所不進無所不在 那我們說 你一定聽過一個大師叫做金庸 金庸大師的小說 其實屢屢背進 包括你一定看過的叫鹿鼎記 當然你看的是周星馳版的 你說鹿鼎記為什麼背進 鹿鼎記裡面有一段 它形容海的東方有一個島 叫做神龍島 神龍島的宏教族也想入祖中原 也想統一中國 老講一聽就不舒服了 那更何況更後面我們說 包括柏洋大師 柏洋大師因為一篇漫畫 他也被抓起來關 你說我會紅色的事情 柏洋大師有個非常知名的漫畫 就是一個小島上面大力水手父子 大力水手說我要選總統 大力水手他兒子說 我也要選總統 柏洋就被關起來 你是在諷刺良蔣 復時子記嗎 那進歌就更多了 你絕對絕對聽過了文夏老師 文夏老師一輩子被進了九十九首歌 那當時進歌進到 後來進到莫名其妙 歐陽飛飛的熱情的沙漠也被進掉 為什麼 因為他的阿阿的泰山琴 還有一首歌基本上已經變成台灣民謠了 叫做燒肉蔵 燒肉蔵也被進掉 你說我不能賣燒肉蔵 不然我賣燒煙燒好嗎 燒肉蔵有什麼好進的 因為燒肉蔵裡面有一句歌詞 主逼主探 拍命人 據說那時候蔣經國一聽 他說在國民政府 英明的領導之下 台灣怎麼會有拍命人 也進了 錦總一句話 什麼都可以進 電影反映社會現實 闡述兩蔣時代 竟說方言的校園氛圍 這是四到六年級生的共同記憶 其實竟說方言政策 早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 就開始執行了 當時最近是要進日語 閩南語跟客家話是其次的 之後校內推行國語運動 也在1948年開辦國語日報 但隨著政府簽台的老師們 國語發音也未必很標準 他們會講這個話 但不見得會啵啵啵啵 這個就跟那個英文一樣 我們外國人要學什麼KK音標 要學什麼音標 可是對 對英國人美國人 如果這是他的母語 他不需要音標 外省槍眾人習以為常 一口台灣國語卻被認為不入流 當時還有國小校長 因為蔣方言遭到撤換 鄉奈會主席不懂國語 被提案罷免 原住民蔣母語也遭受打壓 原住民他用羅馬拼音 所謂羅馬拼音就是漢語拼音 國民黨是對共產黨那邊施行的 他們都把它當成是同路人 一概就認為說 你就是為我逐烈起心必毅 你說你們老家有挺高挺高的山 山底下每年都開滿了桃花 戰後初期戲院以國語播放電影 考量台灣人大多聽不懂 設立辯士及台語通譯 協助觀眾瞭解劇情 沒過幾年政府競設辯士 情節嚴重者戲院急遭勒令停業 1962年台視開播 隔年政府下令 方言節目不可超過50% 後來更降至16% 當時收視長紅的布袋戲 雲州大盧霞就慘招毒手 建播理由讓人意想不到 它是妨礙農工活動 就是因為到了中午 這個布袋戲原本是播30分鐘 後來延長到60分鐘 後來延長到90分鐘 而且是禮拜一到禮拜天 七天都在播 白玄機等打擾 諸位神官來此 必須有要事 布袋戲改用國語播出 收視一落千丈 最後只能停播 進方言政策不僅製造了族群對立 影響層面更是廣泛 1986年 彰化發生集體肉毒感菌中毒事件 衛生單位發現 罪魁禍首是申保公司 生產的印花生罐頭 隨即透過電視宣導 呼籲民眾不能使用 那這個公益廣告 它是以國語的形式播出 可是問題是這個罐頭 實際上是在彰化這個地方流傳 那在1980年代彰化這個地方 主要還是以台語為主 不太會去注意那個國語的廣告 就是有人還是吃到那個 有毒的罐頭 政府近方言的荒謬歷史 毫不留情的在台灣近代史中 卸下一篇慘痛記憶 在那個戒嚴的年代 什麼都管很嚴 什麼都能禁 只要書籍內容沾上 馬克思 毛澤東 共產或社會主義 通通都被列為禁書 國民黨在中國的時候 在文化界 因為有魯迅 有這一些左派的文人 那麼他們出書 或者是利用雜誌攻擊政府 吃了門虧嘛 所以到了台灣之後 這些左派人沒有跟過來 可是書呢還是過來了 所謂30年代文學 或左翼作家聯盟 所謂赤色的 就是屬於共產黨的 散播他們讀書的 那這些書當然要記嘛 愛也衝衝 去也衝衝 很不能相逢 愛也衝衝 人也衝衝 一切都隨後 就連叱咤風雲的武俠大師 金庸都被警總歸類為富匪作家 他應該是香港新晚報的編輯 那新晚報就是左派的 色雕英雄傳 又有點影射 好像是捧毛澤東 政治敏感度高 愛情故事也得寫得小心翼翼 當年在圖書館裡 還有專人審查 一本一本銷毀 就連書商每年都會收到 政府發的禁書目錄 這些禁書只有勉強在 政戰學校或是行政院的 敵情研究室 為了研究對岸思想 登記許可才能有幸閱覽 在戒嚴時期 任何異議知識分子出版的內容 一律被禁止之外 就連當時的寶島歌王洪一峰 當時所唱的《山頂的黑膏兄》 都被煉為禁曲 為什麼呢 原因是在非常時期 怎麼可以在山頂上 遊手好閒 成為一代禁曲 那當時要反攻大陸去 你還是當黑膏兄還是得了 歌聲流血活潑輕快 但不准唱就是不准唱 歐陽菲菲的招牌歌 熱情的沙漠 人人都能朗朗上口 不過在1974年 被警總列為禁歌 理由是歌詞中的一聲 啊 聽起來太隱晦 鄧立軍名曲同樣很敏感 原因是諧音變成 和日軍再來 抗戰結束 影射日軍何時要回來 因歌名倒楣的還有他 今天我回家 為什麼你不回家 抗戰打完要反攻大陸 當時認為中國就是家 怎麼可以今天不回家 管文化的這個 都是屬於軍方嘛 然後全部住在眷村 然後眷村他們擁有交通車 送他去學校 或送他去辦公 他不接觸台灣的社會 因為怕228移序 因為曾經發生過族群衝突嘛 就有一條紅溝 戒嚴時期 這個不能唱 那個不能看 連說話都得小心翼翼 自由遙不可惜